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來開箱的是這個 WatchGate的手沖濾杯跟下壺 以及它新研發的手沖壺 那WatchGate就是像之前介紹過的 一個便宜電子秤 CP值能高電子增的廠下 然後現在做了它自己的新的濾杯 那這個濾杯很特別的地方 是我目前還沒有自己玩過 所以這次影片我打算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它的結構還有沖法 就請大家跟著我一起來 如果碰到一個新濾杯 我們該怎麼樣去思考呢 那首先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濾杯可以看 它的造型大概是介於01跟02 然後它目前它的肋骨 我剛剛自己算過了 全部有32根 然後有16根是比較長的肋骨 有16根是比較短的肋骨 所以它有一點點肋骨的條數 跟心芒是很接近的 就是很多很密 而且也是有長段的 但是這個落水孔的部分 跟心芒比較小又很不一樣 因為心芒的落水孔是偏小的落水孔 那這個是很大的落水孔 所以當落水孔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整個萃取的狀況會差蠻多的 所以像心芒因為它孔洞很小嘛 水流得很快的情況下 它就會做擠壓 就會讓我咖啡裡面的風味被擠出來 但這種落水孔呢 比較沒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可能它用心芒的手法去做的話呢 刻起來的風味上面有可能會比較少一點點 那我們待會呢 我們就來先測試一下好了 這個學長這個推論是不是合理的 如果這個合理推論合理的話 我們就可以切往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跟心芒不太一樣的模式 好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沖一把心芒濾杯的大水沖法 我們來看看它的風味效果如何 可以看到我把栗子放下去的時候呢 這是01氯子 那中間還有留一點點縫隙嘛 所以這個濾杯是01-02共用的濾杯 好然後我們來 倒粉 那我使用的是Baraasna的磨豆機 然後我使用18 18 已經比我平常的稍微略細一點點 我平常大概18-19之間啦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沖煮效果 氯子基本上是服貼的 這一點蠻舒服的 可以看到整個是服貼的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其實邊沖邊跟大家 來聊這個狀況 手沖壺 給水蠻不錯的 這個手沖壺可以看到 它的給水的 的弧度 還有力道感 我都覺得還不錯 然後蠻順手的 好 然後吃水狀況 還有排氣狀況 蠻OK的 我覺得這個肋骨 畢竟還是蠻深的 所以可以看到 我的濾紙 我的濾紙 它的吸水 還有排氣狀況 都算是 目前看起來都蠻正常的 然後也不會有 我的粉塵馬上水就不見的狀況 所以目前看起來不錯 好 接下來第二段 我們用大水沖 正中間排氣 好 打中水道 好 聽一下水聲 好 水聲出來了 然後往外繞 然後淹膏以後 正中間給它抽水 有聽到水聲嗎 沒有很大聲喔 是不是沒有很大聲 200Gp 各位有聽到嗎 水聲不是特別大 就代表說 水聲不是很大的情況 代表說肋骨的 並沒有用一個很大的力量 去做擠壓 到了這個部分 水聲才變大 就代表說呢 其實整體這個濾杯的邏輯呢 它就比較不是像 心芒那樣用擠壓的 如果各位看過我心芒影片的話 會發覺它的水聲 非常非常的大聲 好 最後一段呢 我們一樣用心芒的沖法 讓我們的水 翻起來 到了這一段呢 我的水聲呢 還比較顯著一點 然後肋骨低的地方呢 聲音也比較大 代表說這個濾杯呢 它是一個 低水位的時候呢 流速比較快的濾杯 所以如果你想要 讓它酸質高的話呢 盡量要維持在低水位 跟心芒濾杯呢 幾乎是完全相反 心芒是 低水位的時候流速滿 中水位的時候流速還比較快 整體的時間 2分 10秒左右吧 現在2分7-8秒 2分10秒左右 流速是蠻快的 但是它的整體的 流速的表現呢 可以看得出來 就跟心芒不太一樣 它就是一個 不是靠擠壓的 而是說它可能是浸泡 多一點的時候 它的風味比較好 而不是用濾泡的方式 所以這一點呢 是值得我們當作借鏡 大家也可以來思考一下 剛剛的沖煮過程中 大家有沒有看懂 好 那我們就準備來喝一下吧 好可以看一下這個下午 這下午其實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蠻好看的 光看玻璃本身 我覺得 一般 但是呢 當它有把 茶或是把咖啡放進去的時候 它因為它是有一點這樣子 切面的玻璃 所以看起來氣質真的還不錯 跟我想像中的比較接近 就是它不會像心芒前面有個集中效果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同一 屬於一個同一系列的風格 所以呢我個人會建議呢 V60的沖法或心芒的沖法 其實都並不是特別適合這個濾杯 這個濾杯它的特色方面呢 我們應該要往什麼方向想 我剛跟大家講的嘛 只是它的肋骨其實是蠻夠長的 然後它的孔洞又大 它會 流速會兩次加快 因為 我的落水孔 沒辦法煞車 然後這個肋骨呢 又會繼續幫它加速 快上加快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風味就會喝起來 會比較輕薄一點 那這樣其實是很可惜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就是 原則上呢 這個濾杯一定要把 我的研磨度磨得比較細 那細的情況之下 一般都會怕說 會不會塞住 會不會 萃取過度 但是大家可以看嘛 孔洞那麼大 相對來說呢 就比較不容易塞住 而且 肋骨又那麼深 它會做雙重加速 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 而且反而是你用細的研磨呢 可能可以讓它的風味呢 更飽滿 OK 那我們就接下來是第二次 細研磨的沖煮法 剛剛我是用Balaza48 現在我可以調到12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它的研磨度的跨度還是 跳蠻多的 好我們邊沖邊跟大家講 前面一樣悶蒸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嗯 水中湖蠻喜歡的 給水的柔軟度蠻好的 然後可以看到這一次我們一樣 排氣的狀況還是正常的 所以基本上悶蒸呢 在這個濾杯上面呢 它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只要你用正常的悶蒸手法都可以 那我們要思考就是 我們第二段怎麼給 那我剛才跟大家講說 如果要做比較多的酸質的話 我要讓水面維持在比較低的位置喔 所以 那待會呢 剛開始我會用比較小的水 在正中間給水 試著讓它的流速變得快一點點 OK好 正中間 好 用中小水就好了齁 好 水到要打通 這一段呢 就是用來做酸質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 原則上呢 它也慢慢的會淹上 但是我們不管它齁 看到水 聽到水聲了嗎 水聲反而還比剛剛的 的流速來的 用大水沖法的水聲來的 比較劇烈一點 代表說 在低的水位 而且泄魔的情況之下 它的對流狀況是比較好的齁 那我們一路給到180 我們做多一點點的酸質 好 180 好 這一段流速我覺得是不錯的齁 酸質的 因為它又形容度又細嘛 它其實整個流的狀況是不錯的齁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色齁 就是它的下半部熱骨流速比較快 那流完以後你看到 邊邊都有點均裂紋 代表說呢 在低水位的時候 它的對流狀況還是比較好的 然後最後一百 一百二十呢 我們分兩次齁 好 正中間給水 大水沒關係 讓它有一點煙的感覺齁 好可以看到 其實整體呢 流速 不用太擔心說 它會不夠快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跟大家講了嘛 它的 中間的孔洞是大的 所以它不太會有塞水問題齁 所以這後面呢 無論你是要用三次還是四次 繞心圈 我是用兩次的齁 無論兩次三次四次 都可以判斷說 它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不會塞住的濾杯 甚至於我用更細的研磨度 它也不太會塞住齁 所以這一點呢就可以確保說 你用細研磨的情況之下呢 不用太擔心會有苦雜味的問題 但是可以確保它的 萃取率是足量的齁 那這一點就相當愉快 OK 整體我們充兩分三十五秒齁 差不多 因為我們研磨度整整 調細的六個齁 所以比剛剛的時間增加是一定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充起來 這一次的狀況上面 我覺得蠻舒服的齁 無論是第一段的水深或第二段 越到後段呢 我越怕它塞住嘛 那第二段它也沒有什麼塞住的現象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我們來喝喝看 真的不錯 OK我先跟大家講 為什麼覺得真的不錯的原因齁 因為我一入口就覺得 酸質真的很飽滿 一般來說呢 研磨度很細的情況之下 是很危險的 因為研磨度一細呢 你就容易出複雜 或是說你的酸質就不顯著 但是呢這個濾杯我這樣從小 我覺得第一段的酸質是完全有做到的 蠻亮的齁 而且我剛剛給水的部分蠻小心的 所以呢可以看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樣子的設計的濾杯 確實給小水是做酸質很好的選擇 而且做細研磨也是一個對的選擇 然後後半段呢 其實我剛才做兩次淹水 六時六時 那它的整體的口感 甜的部分跟Body的部分 算是適中的 那如果你想要做很厚實的 譬如說你想要做Body很多 你可以三次 譬如說四時四時四時斷三次 這樣子呢你就一定會非常的扎實 那我覺得剛剛六時六時就已經不錯了 所以這個濾杯的特質上面 我覺得還是蠻有趣的 那我剛剛突然想到齁 因為它有一個有趣的特色 就是它的孔洞其實有一點點大 真的蠻大的 所以呢第三次我想要使用蛋糕濾汁 來配合這個濾杯試試看 我能不能在這個濾杯上面使用蛋糕濾汁 沖起來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好可以看到這是小份的蛋糕濾汁 然後放上去的情況之下 欸剛剛好可以看到 這個肋骨線呢剛剛好會扶住我的蛋糕濾汁的外圍 然後我的這個中間的這個平台呢 也會卡住我的蛋糕濾汁 OK我們來試試看它沖起來的效果如何 好研磨度呢我選擇大概十六十七 比第一次沖的再細一點 那就比剛剛那一次第二次的再粗一點點 看起來好像不錯耶 蠻剛好的 好我們邊沖邊聊 然後呢蛋糕濾汁 我們就不用那個 可以看到我的濾汁有往下浮動一點點 但是呢很快就固定在固定的位置 OK也不會再往下沉了 因為它畢竟下面也是有點空間的 那我們待會兒給水方法呢 就用我一罐喜歡用的蛋糕的三分之一給水法 就是大概是小水中水大水 各分三段 讓它的酸甜巴底都會被吹出來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樣的一個 Watchgate的美濃燒濾杯 能不能也兼用 蛋糕濾汁 覺得蠻有趣的 好這一段我們先做小水 在正中間用比較小的水做酸質 好 那有排氣狀況 水深 流出來喔 排氣狀況還算正常 好 給到150左右 好 好 好 那要留一下 然後第二段呢我們就往外繞了 我們就中水 我們做到大概225到230之間 然後最後一點點我們75呢 做Body的部分 好這一段 正中間 順給好不好 就不用太小水了 中水就可以了 給到225 好這一段就做甜 整體的感受度呢 跟一般的蛋糕濾杯 是有點接近的 就是 很快速它就會看到進入浸泡狀態 但這就是蛋糕濾煮的特質 就是它就用大量的浸泡 它比較少做濾泡 好第三段 好用大水 快速讓它淹起來 直接到300 OK 喔喔 流速整個飆起來了 OK 這一段呢 就是讓它更再醃久一點點 做出比較多的Body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濾杯 使用蛋糕濾脂的 整體的流速的狀況 還算OK吧 算還蠻正常的 跟我預期的差不多 那 剛好它的濾脂 濾杯形狀呢 可以承載的蛋糕濾脂 它其實就很方便了 就是 如果你想要 做一點蛋糕的特色的話 它也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沖完大概2分15到2分20之間 好 我們來喝喝看吧 均勻 很有蛋糕濾脂的特色 就是甜質會比較顯一點點 然後 風味上面 也是比較圓潤的 像剛剛那個手法 第二次那個手法 就是層次分的非常鮮明 但這個呢 就是像蛋糕濾脂的特徵 就是很圓潤 所以喝起來呢 也滿是另外一種調調啦 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們今天的實驗呢 三次實驗說到這邊為止 我最後來架一下小結吧 那 WatchGate這個濾杯呢 它是在日本美濃 燒的一個新的濾杯 那美濃呢 其實也是日本的三大窯廠 其實日本很多窯廠 那大家比較熟悉的窯廠 可能有哈利歐的有田燒 或是卡莉塔的潑左鍵燒 新馬的潑左鍵燒 那美濃燒呢 但是比較少有在燒濾杯 那這次 WatchGate呢 選擇的是美濃燒 整體的外觀上面呢 是比較有一點黃跟白之間啦 有點乳白色乳白色的齁 那尺寸呢也是介於01跟02 現在滿多新的做濾杯的廠商 都滿喜歡做這種 兼顧01、02的濾杯 就是讓消費者方便一點 就是不用買那麼多濾杯 可以一個濾杯可以兼用 那整體的風格上面呢 我覺得它比較接近的是 大孔洞的濾杯 譬如說像川流濾杯 它就是孔洞比較大的 會跟我們傳統的V60啊 花瓣啊或是新馬 的路線是不太一樣的齁 所以這個濾杯要做出特色 務必要記得 剛開始呢 粉要細一點 第二部分就是 剛開始水給小一點齁 把酸子做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在於是說 我覺得它搭配蛋糕濾紙來使用 也滿好喝的 因為蛋糕濾紙的均勻性 是比較多追形濾杯 比較做不出來的齁 所以 如果你有一點懶惰 覺得說 我想要更簡單 然後比較容易好喝 比較難度比較不低 可以考慮搭配使用蛋糕濾紙 基本上喝起來是滿均勻的 那你只要給水 不要太誇張 甚至於有點誇張 有點失誤都沒有關係 因為蛋糕濾紙就是這個特質 它比較防呆 所以呢這個濾杯 覺得滿好玩的 如果各位呢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查詢一下 那下壺就是 滿漂亮的 那這次WatchGate的新的手動套組 就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有問題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囉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